女人被扒光衣服拖进小黑屋 双脚也被塞进灌了铅的铁鞋中 随着开始转动的机关 女人的双腿被强行扯开 迎接她的是最残忍的酷刑 探烤鲍鱼 只见操婆将一盆熊熊大火 推向女人的双腿间 女人瞬间被烤得滋哇乱叫 惨叫声伴随着烧烤味充斥着整个女子监狱 事实上 这对于女囚犯们来说早已成为了日常 除此之外还有众多刑具 比如镶了钻的断头台 人体旋转器和高压电机等酷刑 一听到这些词就让人毛骨悚然 对于那些不听话的人 他们就会被带入这个游戏屋授法 狱长还与附近森林中的赏金猎人签署了协议 一旦有女囚逃出监狱 只要猎人们可以抓住 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事后把尸体带回来即可 这也是为什么从未有囚犯逃脱的原因 所有的女囚都忍受着难以言喻的痛苦 却无能为力 不久之后 一名新的冤种女球被送到这里 她叫小卡 是从美国来菲律宾旅游的 不久前在一家酒吧里 遇到了一个英俊富有的男子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并开始交往 然而 小卡万万没想到这个男友竟是面粉贩子 他们正在看一场比赛时 男友计划在比赛期间进行面粉交易 却引来了警方的注意 男友匆忙把面粉藏在了小卡的包包中 结果小卡被警方逮捕 男友告诉他这是无奈之举 他会设法救他出去 恋爱脑的小卡成功被KTV了 判处十年监禁来到了这个臭名昭著的监狱 然而 这只是灾难的开始 狱长是个黑人操婆 由于种族问题 他对白人女球怀有极大敌 每天都会找借口来折磨他们 小卡刚到达监狱就被曝光衣物 像牲畜一样被用水枪冲洗 他被水冲得东倒西歪 痛苦难忍 经过严格的监狱检查后 小卡穿上球服被关进了牢房 在一个牢房里关着四个人 其他三个人分别是 一头黑发的黑妹 一头红发的红毛 和一头黄发的黄毛 夜晚降临 黑妹被狱长翻了牌子 兴高采烈的飞奔而去 一打听才得知 黑妹是狱长的小心弹 小卡对此震惊不已 更让他头大的事 在这个监狱里 狱长就是规则的制定者 他可以为所欲为 就像是个皇帝 到了第二天 有人来探望黄毛 此人正是小卡的男友派来的 男友希望黄毛在监狱里杀死小卡 因为他担心小卡会反悔 为了达成目的 男友许诺帮助黄毛尽早获释 黄毛回来时带了两个三明治 他热情地分给了小卡一个 小卡受宠若惊地接过了三明治 正准备咬下一口 突然监狱到点熄灭了灯光 小卡顿时没有食欲 想着把三明治留到明天当早餐 结果到了第二天 三明治不翼而非 只有一只大老鼠的尸体 小卡被吓得大叫一声 黄毛神色紧张 赶紧将死老鼠踢进下水道 这时 黑妹满面春风地回来了 红毛调侃黑妹以色诱人 结果黑妹怒了 和红毛扭打了起来 打闹声很快惊动了御长 对方只听取了自己小心干的陈述 直接将红毛带到了游戏房 红毛看着断头台感到极度恐惧 想逃跑却被御长一巴掌干晕在地 接下来等待红毛的 将是惨无人道的酷刑 女人只是调侃了御长 就被八光衣服掉了起来 随即被处以最残忍的酷刑 一盆熊熊烈火逼进女人的双腿间 考得的女人呲哇乱叫 足足考了七七四十八天 女人只剩下一口气在了 不料御长完全没有放过她的想法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女人 立马被拖去田里干活 顶着太阳的暴晒 红毛很快就扛不住倒在了地上 这时小卡和黄毛想过来扶她 却被御长呵斥 谁帮谁遭殃 奄奄一息的红毛差点就要看见太奶了 直到午休时 小卡他们才能给红毛滴杯水 看到红毛的惨状 小卡疑惑地提问 御长如此嚣张 为什么没有人举报她 黄毛在一旁回答道 御长拥有巨大的权力 即使举报了也无济于事 就算逃出监狱 周围都是茂密的森林 隐藏着可怕的猎人 虽然有人曾经试图逃跑 但最终他们都记了 可即便如此 小卡还是有逃跑的想法 当然 不只有他一个人想跑 就在这时 有两名女球 趁着无人注意逃离了劳作场所 但不久后 猎人就将他们的尸体送了回来 显然要逃离地狱比登天还难 可这反而更加坚定了小卡越狱的念头 第二天 大家排队准备出去劳作时 黄毛被中途叫停了 原来御长对黑妹已经厌倦 对金发碧眼性感火辣的黄毛产生了兴趣 然而 黄毛不愿与御长发生关系 直接给了御长一记耳光 并愤怒地谴责了他的无耻行为 御长勃然大怒 将黄毛扒光并绑在他喜欢的大转盘上 转盘旋转了几十圈后 黄毛几乎要晕厥过去 御长兴奋地观看着 得意洋洋地走向黄毛 问他是否投降 黄毛宁死不从 甚至还挑衅御长 御长怒不可遏 展开了又一轮的折磨 黄毛被送回来时已经奄奄一息 但即使如此 他依然心怀不轨 想要害死小卡离开监狱 到了半夜 黄毛看见一条毒蛇从窗户钻了进来 他瞥了一眼熟睡的摄友 恶毒的念头涌上心头 黄毛用一根树枝将毒蛇引到小卡的床上 小卡在梦中被毒蛇惊醒 幸好毒蛇还没有咬下去 红毛迅速砸死了毒蛇 小卡虽然安然无恙 但对于自己入狱后一连串的怪事感到奇怪 某一天 上级领导来监狱视察 女球们排队接受检阅 天真的小卡以为领导不知道监狱内的黑暗专制 然而 当小卡向领导举报时 他们选择视而不见 很明显 这些官员与狱长是一伙的 而小卡也因此被囚禁在犹如粪坑的地下水牢里 女人因为呼吸而得罪预长 被囚禁在一个地下水牢 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污秽的粪坑 潮湿阴冷且恶臭无比 只有一个很小的通风口 可以呼吸新鲜空气 许多陌生的虫子爬上小卡的身体 更可怕的是 马皇在吸食着他的血肉 小卡紧紧抱住自己 试图平静下来 好不容易撑了一天 结果预长依旧没有把他放出去 更让人绝望的是 黄毛仍未忘记杀他的计划 偷偷把事先准备好的硫酸泼了进来 痛得小卡呲哇乱叫 却意外发现栏杆被酸液腐蚀的不成样子 一掰就断了 这让他有了越狱的希望 又一天过去了 小卡终于被释放出来 他浑身散发着意味 几乎不成人形 然而 预长并不满足 继续折磨小卡 将他带到了游戏屋 用高压电线捆绑住他的身体 不断增加电流 疼痛席卷着小卡的全身 他在痛苦中呼喊了整个晚上 直到次日清晨才被送回牢房 小卡期待着男友来救自己 但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 男友毫无音讯 仿佛消失了一般 最终 小卡决定自救 寻找逃离监狱的办法 他与三个室友商量 大家都受够了地狱般的生活 立马达成了一致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逃跑呢 小卡想起水牢中断掉的栏杆 与室友们商议了逃跑计划 一切准备就绪 只等待时机成熟 趁预警不注意 黑妹快速将奇迹晕 随即将她藏在墙角 接着打开了水牢 无人发现 小卡和红毛撬动其他的栏杆 离成功越来越近 然而 狱长突然在入口处出现 手持枪支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躲在暗处的黄毛和黑妹 来了拨偷袭 击倒了狱长 随即将其掳走当人质 沿着通道进入了荒野 一夜的奔波终于让他们逃离了监狱 只要穿过这片森林 他们就能够安全逃脱 突然警铃响起 他们的越狱行动已然被发现 四人开始逃窜 意识到带着狱长会成为累赘 但他们也知道放狱长走是不可能的 因为对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最后 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将狱长绑在树上 让他自生自灭 几人继续逃跑 毫不停歇 然而 黑妹对狱长产生了怜悯之情 每晚相处的时光让他心生私情 最终 他决定返回救出狱长 可惜 救援行动还未成功 就不幸遇到了森林中的猎人 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女人 就像小羊掉入了狼群一般 黑妹最终无法逃脱魔爪的追捕 另一边 三人仍在紧急逃跑中 黑妹不幸遇难 狱长藏在大树后一动不动 趁人们不注意 匆忙逃离了现场 然而 如狼似虎的猎人们还是发现了狱长 纷纷展开追捕 连狱长也无法幸免 最终被自己雇佣的人折磨至死 小卡和其他两人不敢有丝毫放松 在酷热的阳光下连续奔跑了一整天 终于 他们抵达了海港 那里有一位渔民 黄毛声称是他的亲戚 可以帮助他们上船 于是 小卡和红毛留在门外等待 事实上 黄毛所说的亲戚是人贩子 他们绑架妇女 贩卖他们上船 并逼迫他们从事颜色工作 黄毛打算出卖同伴以谋取自己的逃生 独自逃脱 红毛听说过这艘船 知道他是一艘贼船 一旦上去就难以下来 他拒绝上船 与人贩子激烈搏斗 就在此时 红毛的男友赶到船上 他是一名警官 为了救出红毛 他开枪打死了人贩子 将红毛解救下来 然而 小卡还未来得及获救 却被船带走了 小卡非常不幸 在男人们面前无力反抗 他无奈地接受了这一切 以自己的肉体换去短暂的安宁 很显然 小卡从一个火坑跳入了另一个火坑 原本以为自己的命运就这样注定 然而红毛的男友上船救出了小卡 两人小心翼翼地穿过走廊 与人贩子激战 最终登上了甲板 救生艇也赶来接应 两人直接跳入海中 然后爬上救生艇离开了 因为小卡和红毛都离开了 黄毛最终被人贩子留在船上 后果会是如何可想而知 影片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小卡单纯可欺 为贩毒男友顶罪进监狱 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多次受到奸人的伤害 幸好最终没有失去性命 他历经艰辛 但仍保持着生存的希望 女孩突然姨妈侧漏势不可挡 继父体贴地用衣服帮她堵住 女孩尴尬不已 接着继父竟将沾了她姨妈的手指 放嘴里瞬息 女孩瞬间被恶心到反胃 然而继父却一脸淡定 仿佛这种行为是常规操作 等到女孩洗澡时 继父陶醉地闻着她换下来的衣物 女孩总觉得外面有人 探出头来查看 但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这反而让女孩更加不安 她急忙回到房间里 给闺蜜拨去电话 想将今天遇到的奇怪事情告诉她 然而电话一直无法播出 女孩只好打开电脑给闺蜜发消息 希望她今晚能过来陪伴自己 然而闺蜜却告诉她今天有事 最早也只能明天晚上过来 女孩一边等待着闺蜜的恢复 一边紧张地望向门外 却不知道一切都在继父的计划中 女孩自父母离异后 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某天 母亲突然告诉女孩她正在谈恋爱 并计划不久后结婚 随后带着女孩来到男友家 下车后兴奋地再大喊宝宝两个字 女孩感到困惑 母亲从未这样称呼过她 所以她很想看看到底是谁被母亲称为宝宝 就在此时 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 女孩回头一看 不小心流下了口水 那个男人正缓慢地朝她走来 女孩的心跳加速到嗓子眼 她无法将目光从她身上一开 就这样看了半个钟头 母亲突然跑了过来 满面春光地向她介绍 女孩这才得知这个男人就是母亲口中的宝宝 也就是她的新男友 两人在母亲的介绍下进行了一番寒暄 男人出乎意料地好相处 还送给女孩一条手链作为见面礼 情斗初开的她 看着英俊的男人如此慷慨 瞬间动心了 然而 她并不知道这个看起来英俊的男人其实是一个怪物 为了让男人看到自己美丽动人的一面 女孩特意穿上了一条贴身长裙 满怀期待地去找男人 然而 当她走进厨房时 正好看到母亲和男人浓情秘密 这一幕让女孩非常不舒服 单纯的女孩不懂得掩饰内心的情感 在餐桌上的目光始终盯着男人 她那只勾勾的小眼神很快被作为情场高手的男人察觉到 就在这时 男人无意间吃了一片生菜 她的身体竟然有了非常强烈的反应 看着不停咳嗽的男人 母亲心疼坏了 连忙给予了一个爱的拥抱 没能抢到表现机会的女孩无比郁闷 肩膀搭拉了下来 然而被母亲抱着的男人 手筋搭上了女孩的肩膀 这一触碰让女孩心里那片破碎的希望再次燃起 直到深夜 女孩仍在回味着那温暖的手掌 从那以后 女孩常常偷偷躲在母亲房门外 想看看他们在玩什么游戏 女孩情不自禁地深陷在对男人的喜欢之中 甚至把母亲视为情敌 只要母亲靠近男人 她立刻出现 阻止他们进一步亲密接触 母亲敏锐地察觉到了女孩的异常 但没有说什么 认为女孩只是无法接受她的新男友 在一次谈话中 男人告诉女孩她是一名海洋生物学家 专门研究鲁鱼的生存和繁殖 这个神秘而博学的职业让女孩更加崇拜男人 男人注意到女孩对她的感情 但并没有刻意回避 反而经常关心她 天真的女孩被她的关怀撩拨得心花怒放 但想到母亲幸福的表情 以及他们的婚期临近 女孩开始认清现实 她真心希望母亲能幸福 于是从那以后 她不再刻意针对母亲 只是偷偷地在没有人的地方观察男人 然而 男人的行为越来越让她无法理解 刚运动完的男人将衣服上的汗液全部拧在嘴里 还露出一副享受的神情 原本暗恋她的女孩看到这奇葩操作 直接好感捡了一半 但女孩还是对这个神秘的男人充满好奇 按捺不住想接触男人的心 她敲了半天门 却没有人回应 发现房门没有锁 女孩决定直接推门进去 屋子里一片漆黑 她正准备打开手电筒时 男人从地下室走了出来 女孩解释说她敲过门 并拿出两瓶冰可乐表明自己的难以 男人礼貌地谢绝了可乐 因为她对碳酸饮料过敏 女孩见状只好失去地离开 但男人却兴致勃勃地邀请她进来参观 地下室里摆满了各种鱼缸 里面养着一种名为七三蛮的生物 这种生物最早出现在三一六千万年前 比恐龙还要古老 它能适应各种恶劣环境 并寄生在其他生物身上 以吸食宿主的血液为生 男人对这种生物充满了痴迷 但女孩却感到恶心 谈到这里 男人的表情有些疯狂 让女孩觉得她有些怪异 也许是科学家的怪癖吧 下午 男人带她一起去划船 她结实的肌肉让女孩有些害羞 突然 她感到一股热流 低头一看 原来是姨妈来了 男人并没有表现出厌恶的神情 反而体贴地拿起衣服帮她遮掩 正当女孩感动时 男人却将沾满血迹的手放进嘴里 这怪异的行为让女孩心里发毛 她觉得男人肯定有问题 然而 这还不是最令人恐惧的事情 事后 女孩向闺蜜发送求助短信 闺蜜建议她直接报警 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女孩害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只能请求闺蜜过来帮忙 到了晚上 女孩被一道刺眼的红光吸引 她困惑地走到窗前 看见男人大步走向湖的中央 随后消失在红光中 女孩以为男人要自杀 赶紧冲出去大喊救命 然而 刚刚消失的男人突然从身后出现 而且她的衣服是干的 难道刚才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 但男人为什么半夜要出去呢 男人解释说她有梦游症 但女孩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在第二天早上 母亲突然频繁呕吐 女孩开车去镇上买药 偶然瞥见男人正和别的女人浓情秘密 这不正是桌奸现场 女孩想追上去质问 男人也恰好注意到了她 这时 药店老板突然拦住了女孩 要她支付药钱 再等女孩回头时 男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女孩连忙回到家想告诉母亲情况 却发现男人也在家里 在女孩的追问下 男人表示今天一整天都在家照顾母亲 说完还向女孩眨了眨眼 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 女孩感到困惑 幸运的是 闺蜜收到消息感到小屋 女孩向她讲述了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两人开始讨论男人的奇怪行为 闺蜜性格直率 决定直接面对男人 女孩则在楼下等待 她吃了一些冰箱里的食物 结果意外地昏睡过去 当她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天黑了 母亲告诉她闺蜜已经回家了 一切只是误会 男人已经和她解释清楚 并且她还怀孕了 计划和男人结婚 男人装作大方 表示女孩可能是因为吃醋才编造谎言 希望引起母亲的注意 女孩无法辩驳 恋爱脑的母亲相信男友的话 认为女儿在撒谎 直接给了她一记爱的巴掌 大骂女儿现在就是个闲眼包 女孩被母亲伤透了心 大骂母亲你才是闲眼包 你全家都是闲眼包 母女俩为此大吵一架 最终导致他们分道扬镳 半夜 女孩看到湖边有红光闪动 想要下去查看 但天太黑 什么都看不清 女孩灵机一动 决定开车过去照明 结果不小心开过头 车子冲进了湖里 彻底熄火了 然而 女孩终于看清湖里 全是稀释人血的生物 她意识到这绝对和男人有关系 母亲很有可能有危险 她连忙赶去母亲的房间 却发现里面散发出奇怪的绿光 女孩透过门缝惊恐地看到 男人背后凸起密密麻麻的小点 她慌忙逃回自己的房间 稍作冷静后决定救母亲 然而扑了个空 房间里没有母亲和男人 只能拿出手机给母亲打电话 刺耳的铃声在异常寂静的屋子里响起 女孩仔细倾听 发现声音来自地下室 沿着声音往下走 女孩一眼看到母亲被绑在水缸里 看着母亲痛苦的模样 女孩冲过去解救她 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 女孩只能暂时躲藏起来 从她的角度看过去 一双飞人类的脚向母亲走去 女孩抬头一看 果然是男人 母亲意识到女孩没有欺骗她 但为时已晚 她突然感到剧痛 不曾想今天刚怀上的孩子 现在就要生下来了 男人一脸兴奋地看着母亲 不停地鼓励着母亲肚子里的孩子 只听扑通一声 一个小怪物就这样被母亲生了出来 没想到是个死胎 原来母亲谎到了年龄 实际上她已经42岁 根本不适合生孩子 男人气急败坏地离去 女孩趁机想解救母亲 随即将地下室的门锁死 然后拨打电话报警 不料男人早就在地下室 安装了信号屏蔽器 还在窗口威胁女孩开门 女孩连忙把屏蔽器砸烂 成功报了警 只需等待警察到来 然而就在这时 女孩发现一旁的水箱漂浮着一具尸体 居然是闺蜜 没来得及悲伤 男人已经出现在身后 直接掐住了女孩的脖子 随后伸出十米长的舌头 千钧一发之际 女孩仰了她一脸的眼 男人瞬间痛苦地倒在地上 原来她的弱点誓言 女孩连忙扶着母亲逃跑 然而母亲身体被掏空 无力逃跑 两人很快就被男人抓住 女孩被绑在椅子上 看着无数个长相一样男人进入地下室 女孩这才明白 像男人这样的怪物有无数个 他们都是气塞蛮 利用男人的形象吸引无数女人 以繁衍后代为目的 当女孩绝望地呼救时 一个男人走到她面前 吐出一颗蓝珠到她嘴里 强迫她咽下去 等女孩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容器里 周围都是女人 她明白自己也将成为怪物们的生育工具 然而已经无力回天 孤男寡女在房间里待50天就能获得1亿美元 在这个房间里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 也没有任何娱乐设施 只有一张洁白的大床 和日常所需的实物工艺 如果其中一人提前离开 另一人坚持到底 仍然可以获得1000万美元 面对这个梦幻般的挑战游戏 他们是否能够成功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当男人按下红色按钮 伴随着倒计时的开始 他们正是参与了这个游戏 可以想象一下 面对未来那突如其来的财富 无论哪个人都会欣喜若狂 只见两人兴奋地围着房间跑来跑去 笑个不停 跑累了 他们就躺在地上畅聊未来美好的生活 男人想成为艺术家 不再为金钱烦恼 女人想进行投资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显然 一个追求理想 一个贴近现实 讨论之后 他们开始探索整个房间 幸运的是 这里有独立的卫生间 可以保证他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规则提示他们不能同时进入使用 接着 男人又来到外面 选择了一份食物 当然 并没有奢华的大鱼大肉 只有能够满足他们正常需求的营养餐 尝了一口后 味道并不出众 事后 女人再次查看了规则 发现每天晚上十点 灯光会自动熄灭 表示夜间休息时间开始 就这样 在短暂的兴奋之后 两人躺在唯一的床上 开始迎接无聊的生活 当夜幕降临时 他们开始讨论自己的一举一动 是否被主办方监控 于是 两人相拥而眠 没有做出过分的举动 第二天一早 女人先洗漱一番 并在镜子前对自己加油鼓励 等男人也刷洗完毕 他们继续聊天打发着漫长的时间 他们畅谈天地 谈论历史 展望未来 然而 话总有说完的一天 最终 两人开始互相询问刷牙时 是逆时针方向 还是顺时针方向 发现聊天时间并不长 女人决定开始打坐 而男人则专注地看着倒计时 一分一秒的流逝 或许在平常的生活中 她无法感受到时间的概念 但现在 无论如何 时间都变得如此缓慢 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持续 两人决定寻找其他方式来娱乐自己 他们开始玩一些童年时的游戏 如拍拍手掌或玩捉迷藏 时间一天天过去 直到他们不再愿意交流和玩耍 好在挑战只剩下23天就能完成了 就在这时 男人无意中发现前方有一件奇怪的小物件 他走过去 发现那是一只小蟑螂 面对着突然出现的第三个生命体 男人非常兴奋 还给他取名为显眼包 这让旁边的女人忍不住笑了 他认为显眼包看起来快不行了 于是男人急忙拿出食物倒在地上 然而 这时旁边的音响突然响了起来 播报着食物指线他们两人实用 男人彻底无语了 他看着那只半死不活的蟑螂 大声询问是否可以打开门降器放出去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无论如何 男人都决定放蟑螂出去 但女人阻止了他 他提醒说 按下那个按钮可能会让主办方认为 有人要提前离开 奖金会直接降至1000万美元 他们不应该为了一只蟑螂冒那么大的风险 然而男人不顾这些 坚持要放走蟑螂 于是 两人发生了第一次的争吵和冲突 当理想面对现实时 他们搁置一词 气愤的女人最终决定随他去 然而 没走几步 不小心把可怜的显眼包踩得稀巴烂 尽管女人称这是意外 但男人看了他一眼 默默走到一边 显然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或许正是主办方故意制造的小意外 两天过去了 男人主动找到女人 表示他想预知奖金已抽取一份随机的惊喜礼品 原来还有一项规则 他们可以利用奖金的一部分来获得两次抽奖机会 第一次只需支付10万美元 而第二次则需要100万 因此 男人想征求女人的同意 然而 女人并未说其他的话 只是淡淡地表示这10万算在男人头上 看来他们已经商定将奖金评分 于是 男人走出去抽取了第一份礼物 只见一只蜡笔传送了过来 对于梦想成为艺术家的男人来说 这无疑是令人开心和快乐的 女人默默无语地表示 用10万买一只蜡笔实在太奢侈了 然而 男人展现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天赋 只见他纸笔一挥 劫败无暇的墙壁瞬间变得生动起来 很快 整个房间都被他涂满了图案 而蜡笔也被他用完了 男人看着自己沾满颜料的双手 走进卫生间清理了一番 然而 当女人进去后 却发现卫生间被弄得一团糟 他只能无奈地擦拭干净 事后 女人找到男人交流了一番 他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应该和好如初 幸好 男人也有这个想法 于是 他们再次回到了和好的状态 然而 第二天一早 当女人走进卫生间时 突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 只需在与世隔绝的房间里待个50天 救门获得1亿美元 换成是你能坚持几天 这对孤男寡女在百无聊赖中熬过了一个月 原本以为这项挑战能够顺利坚持下去 可主办方真的会不整幺蛾子吗 就在女人起床上厕所时 突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 他急忙叫来男人 原来洗漱池边镜出现了一把手枪 女人询问男人是怎么回事 但男人也不清楚 他没有去抽奖 难道是主办方故意安排的吗 无论对方的用意是什么 两人最终决定把手枪扔进床下 又过了一天 突然语音播放传来了一个视频连接 两人莫名其妙地走过去 不知道主办方又在搞什么鬼 很快 一个女人的头像出现在屏幕上 他热情地向男人打招呼 原来竟然是男人的前女友 许久不见得他们互相畅聊了一番 显然 这让旁边的女人有些不开心 幸好 视频很快就结束了 接下来轮到女人了 然而他脸上却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只见一个老头出现在画面上 女人随即大声呼喊 要求关闭视频 他不想看到对方 原来 这个老头就是女人的父亲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他 让他一直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他永远不原谅父亲 男人迅速走向女友 紧紧拥抱着他 原来 在女人坚强的外表下 也隐藏着一颗脆弱的心 虽然离挑战完成的时间越来越近 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好转 相反 他们变得越来越崩溃 男人无聊地躺在地上 甚至故意吹翻面前的营养餐 女人看到后走过来 他告诉男人可以再去抽一次礼品 虽然依旧算在他自己的头上 但至少在结束后 他们还能获得9999890美元 只要他们仍然在一起 美好的生活依然等待着他们 女人说完后去洗漱了 男人兴奋地走过去迎接下一个惊喜礼品 只见他轻轻一点 没多久房门突然自动打开 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男人一脸茫然地看着这一幕 女人听到声音也走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后 她也有些萌 经过聊天得知 原来这个女人是一位演员 受雇参加这场演出 她自己都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 女人感到更加无语 她将男友叫到一边 说了一堆话 总之就是对这个所谓的礼品非常不满意 男友则表示已经消耗了一百万 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就在两人谈论时 灯光突然熄灭 到了晚上休息的时间 女演员表示听经纪人说 这场演出可能只有一天 这句话让女人暂时放下了心中的芥蒂 几个人就这样共度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女人醒来时发现女演员不见了 她以为对方已经离开 但走进洗手间才发现她在洗漱 接下来的几天 女演员依然没有离开 反而像他们一样一直待在房间里 或许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 就在这时 快要崩溃的男人似乎出现了幻觉 感觉自己掉进了水中 而在她挣扎的瞬间 突然看到了曾经的弟弟 原来 她一直将弟弟的意外死亡埋藏在心底的痛苦 被激发出来 幸好 女友和女演员及时过来安慰了她 晚上 女演员主动找到男人 他们开始聊起白天发生的事情 男人眼含泪水 讲述了痛苦的回忆 女演员再次安慰她 并情不自禁地牵起了她的手 这一幕被女友目睹 引发了他们之间的争吵 这次争吵再次让男人心力交瘁 第二天 女人醒来后去卫生间时 惊讶地发现那个女演员真的离开了 她松了口气 然而 不久后 女人在墙上发现了一行模糊的自己 她急忙叫男友过来 原来那个女演员在离开时诽谤男人对她做了坏事 这激怒了女人 自从女演员离开后 男友就好像视魂落魄 两人的矛盾再次升级 这次争吵中 女人直接动手 将男友推向墙角 她的头部狠狠撞在尖锐的墙角上 女人意识到不妙 赶紧走过去查看男友的状况 然而 男人起身后却对她一顿输出 男人她还想说些什么 但头部受伤使她无法继续说话 只能贪坐在地上 女人意识到男人的伤势严重 她急忙拿来营养餐给她补充能量 但男人喝完后说道 女人劝她再坚持一下 也许休息一下就会好 他们离完成挑战 获得巨额奖金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此时 男人终于明白了举办方的用意 并告诉女友 这个房间根本不是真实的 而是一面镜子 放大了彼此内心的黑暗 这是错误的 他们只有离开这里才是胜利 然而 无论男人怎么说 女人都不愿意放弃 她受够了从小到大颠沛流离的生活 这是她唯一可以改变的机会 面对女友的不甘心 男人表示自己独自离开 她大不朝按钮走去 但突然 女友拿枪阻止了她 愤怒地说道 男人只是喃喃地说道 说完准备再次离开 女人随即朝天花板开了一枪 但依旧没能震慑想要离开的男人 她也无法真的伤害男友 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离开 女人崩溃地大哭起来 在男友离开的日子里 女人孤独地面对着一切 但她的内心早已经崩溃 唯一支撑她的是那份不甘心 直到最后两天 她看着男友曾经写下的话语 似乎明白了一切 那时的他们是如此甜蜜和恩爱 没想到最终会演变成这样 女人最终走向红色按钮 轻轻地伸出手 尽管双方已经很久没有联系 但他们仍然相互问候 过去的不愉快似乎已经成为过眼云烟 女人告诉男人 她是来看望父亲的 然后准备开车回家 她问男人是否愿意去走一走 男人答应了 在路上 男人询问她是否赢得了剩下的奖金 女人没有回答 反而问她是否还在画画 男人肯定地回答说当然 也许答案已经不再重要 因为他们已经从中找到了 他们所寻求的答案 与此同时 另一对年轻情侣进入了房间 迎接着新的挑战 无论他们将面对什么结果 房间将像一面镜子一样 映照出他们最真实的样子 男人正好撞见秘书走光 急忙移开视线努力克制自己 扭头又看到秘书走光 男人目不转睛地盯了半天 脑子开始各种幻想 当男人讲到疤痕的句子时 秘书透露自己也有类似的情况 并立刻解开衣服 露出肩膀给男人看 男人情不自禁地触摸着 结果秘书没有任何抗拒 反而用灼热的目光凝视着他 男人再也克制不住 亲了上去 秘书突然挣脱 秘书感到不知所措 急忙逃离了现场 男人是一位知名作家 才华横溢 平时也举止得体 很有绅士风度 他聘请女孩作为秘书 协助他录写小说内容 女孩名叫露西 年轻美丽 天真无邪 对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充满敬佩 最初他们合作默契 相得益彰 与他的家人也相处融洽 作家女儿和他还处成了好姐妹 但没想到 在这信任和谐的关系下 露西忽略了男女之间 需要保持谨慎的事实 她无意识地走光场面 让作家产生了错觉 误以为露西有意勾引她 在一系列的误会下 作家终于无法控制自己 做出了你情我不愿的事情 露西感到极度委屈 回到家后仍然心情低落 没有胃口和家人一起吃饭 母亲察觉到她的异常 紧忙追问 露西只好向她坦白发生了一切 因为这次不欢而散 她不愿再面对作家 于是在母亲的陪伴下 决定通过法律途径 追回自己的工资和解雇费 然而 母亲却建议她告诉律师 被作家骚扰的事情 露西本不想说出这个 但律师一听到职场骚扰 立即激动不已 开始奋力计算 推算出能拿到一笔巨额赔偿金额 够他们这辈子高枕无忧 母亲露出贪婪的目光 最终 在律师和母亲的怂恿下 露西在起诉书上签下了名字 然而她无法预料到 从那一刻起 她的生活将彻底坠入深渊 不久后 法官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调解 但作家却迟迟没有出现 当她终于出现时 脸色阴沉 默不作声 来到众人面前时 直接打开支票簿 作家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支票 并没有接纳了法官提出 可以讨价还价的建议 整个过程中 她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她归还了露西的书籍 做出了最后的断绝 然后转身离开了现场 这是律师经历过的 最迅速的调解 露西也感到惊讶 原来起诉书 在一个星期前 已经送到作家家中 只是那天她不在家 妻子戴签收了信件 看到丈夫因骚扰而被起诉 但令人不幸的是 妻子因工作原因 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此时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 起诉书就像一根导火索 慢慢地引人了她 在晚上给女儿洗澡时 女儿不停地闹着要找露西 这一切使妻子终于彻底失控 不小心溺死了女儿 醒悟过来后 妻子明白无法挽回这个天大的错误 她感到极度悲痛和后悔 却无法改变现实 只能选择吞下安眠要解脱自己 深夜回到家的作家 很快发现妻子失去了意识 刚想报警 却发现桌上的起诉书 一切顿时明了 紧接着 她又发现女儿躺在浴缸里 已经变成了冰冷的尸体 作家陷入绝望和痛苦之中 痛不欲生 从那一刻起 她开始走向黑暗 一切都变得无法收拾 女秘书多次无意间走光 激起了作家内心的欲望 最终导致对女秘书进行了强吻 然而 女秘书和她的家人将此事告到了法庭 而起诉书却被作家的妻子收到 妻子因抑郁症失控 不慎淹死了女儿 然后因愧疚而自杀 作家痛不欲生 失去了妻子和女儿 深陷悲痛之中 而女秘书路西的厄运也从这一刻开始 当她得知这一恶号时 自责和沮丧笼罩着她 于是她的父母带她到海边度假以减轻压力 然而 在那里 路西意外地遇到了作家 忍不住怀疑作家是来报复她的 因为像她这样名气大的作家 通常只会去热门的地方度假 而不会来这种偏远的地方 然而 她的父亲认为这只是巧合 劝她不要多想 但悲剧还是发生了 不久之后 路西的救生员哥哥在救援过程中意外溺水身亡 路西似乎看到作家的身影 但其他人都认为这只是意外 然而 路西坚信这是作家所为 她写信向作家道歉 希望她停止行动 但没有得到回复 一天晚上 路西突然接到二哥的电话 又一个恶号传来 父母吃了自家做的蘑菇派居然食物中毒了 当她急忙赶到医院时 父亲已经去世 母亲也身体受损严重 无法自理 路西心灰意冷 她知道这一切都是作家所为 因为她曾告诉过作家 如何可以将有毒的蘑菇处理的像可实用的蘑菇 但她没有任何证据 她的二哥认为她过于偏激了 不相信她的推断 几年来 原本完整的家庭只剩下她和二哥还有妹妹 然而 悲剧并没有停止 这一天 身为医生的二哥 在停车场被一名暴徒殴打致死 警察很快赶到并抓住了凶手 但令人诡异的是 凶手竟然是一名逃犯 有人匿名给她写信 说是二哥勾引了她的妻子 所以她才下手杀人 路西第一时间想到了作家 她向警长讲述了一切 声称作家才是真正的凶手 尽管警长答应进行调查 但路西知道希望渺茫 一个曾经完整幸福的家庭只剩下了她和妹妹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全力保护着妹妹 无论是放学还是上学 总是亲自接送 从未透露家中发生过的一切 有一天 她带着妹妹去护理中心探望母亲 这是他们谨慎的家庭团聚机会 然而 在回家的路上 路西在附近的商店里竟然看到了作家 她极度紧张 认为她又盯上了自己的母亲 这一次 路西决心阻止对方伤害母亲 但她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通过她的记者朋友揭露作家的复仇行动 希望在舆论压力下迫使她放弃 然而 事情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简单 一切仍然无法控制 你敢相信只凭一个你请我不愿的强吻 让两个完整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 作家的妻子女儿一夜间撒手人寰 在此之后 路西的家人也接连发生意外 三死一伤 十年过去了 只剩下她和妹妹相依为命 还有在监护中心已经痴呆的母亲 路西预感到作家即将对母亲采取行动 急忙寻求曾经的记者朋友帮助 希望她曝光作家对她家人的复仇计划 朋友被路西的苦苦请求下被打动 决定尝试一下 因为真的可以成功揭露作家的话 她就能功成名就了 她找到主编 并成功说服对方 唯一的困难就是必须找到证据 记者前往档案室 找到了十年前路西的哥哥溺水身亡的报道 尽管作为救生员溺水死亡似乎不合常理 但没有找到其他线索 她还调查了路西父母使用毒蘑菇的事件 整个事件充满了诡异之处 因为连邻居都认为路西的母亲经常采摘蘑菇 不可能分辨不出毒蘑菇 记者还找到了当时处理路西的二哥命案的警长 试图了解当时的情况 但警长告诉她 这件事与作家没有任何关系 反而是路西一直在骚扰她 甚至常常到警局要求逮捕作家 整个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调查无法继续下去 记者只能亲自找到作家进行采访 然而作家却反过来责怪路西 声称路西一直在勾引她 在她的无辜外表掩盖下 她疯狂而残忍地害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并出示了路西曾写给她的道歉信 以此来证明路西一直在诽谤她 记者询问作家如何解释路西家人的命案 但作家认为这只是一连串的巧合 是命运的安排 并以记者过去的作品中的随机性作为佐证 以偶然中有因果来解释这些意外事件 而且在过去的十年中 路西失去了三个家人 巧合的可能性很大 但作家自己却在一天之内失去了妻女 昙花到了这个地步 记者并不在理 无言以对 只能离开 然而就在她回家时 悲剧开始发生了 监护中心发生火灾 路西母亲在事故中被烧死 可嫌疑犯竟然是个神经病 路西悲愤交加 记者思绪开始混乱 一时间不知道应该相信谁才对 可对路西而言 噩梦还在继续 她无意中发现 唯一的妹妹竟然成为了作家的粉丝 还单独采访过对方 甚至作家还送她一本赞 为公开发售的书籍 路西顿时一阵天旋地转 看来妹妹就是作家的下一个目标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一次一定要阻止悲剧发生 路西赶紧找到记者朋友 让她立即带自己去找作家 此时作家正在开新书发布会 凭借记者证 他们成功混入现场 时隔十年 路西再次见到曾经的雇主 没疑上我 现在正在书 已有了 已有了 毫无法导致 是 无法导致 只有我能够在这些下一个人 我能够在尝误 你能够在这些下一个人 我能够在目标 我能够在向前方发生的 这些人 她算是在你的手中 露西万念俱灰 为了保护妹妹 毫不犹豫从三楼一跃而下 当场身亡 她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来了断一切恩怨 然而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在露西的火葬现场 记者惊讶地发现 作家紧紧搂着露西的妹妹 亲吻她的额头 不知从何时起 妹妹已经成为了她的小女友 记者终于看清了作家的真面目 谴责她是一个杀人犯 是禽兽 因为妹妹还未成年 都可以当她女儿了 她怎么下得去手的 作家警告记者小心言辞 否则将遭遇与露西相同的命运 然后带着妹妹离开 电影已开放式结局结束 导演没有强调谁对谁错 只是揭示了一场完全可控的误会 导致两个家庭支离破碎 实际上并没有正常的结局 当你凝视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男人紧紧地抱住女孩 竭尽全力地将她从危险中拯救出来 然而 当他们接触到一起的瞬间 女孩却开始呼吸急促 全身颤抖 男人立刻想去找医生 顺手带走了绳子 但女孩却拼命摇头 求她不要去 原来女孩是精神病院的病人 但在和她交谈中 尼克确信她并不是所谓的精神病患者 然而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这个看似有病的女孩 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 尼克的父亲身价亿万 然而尼克却坚持要自力更生 尽管别人认为她是富二代 但只有尼克自己知道 她很穷 甚至连温饱都成问题 梦想常常无法承受现实的打击 在一次次失败之后 她成为一名清洁工 当她首次上岗时 她穿上了自己最好的戏装 而楼上的女孩已经被她深深吸引 在短短五分钟的就业培训后 她成功地上岗了 就在这时 她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邀请她参加弟弟的婚礼 母亲还提到可以借此 让父亲为尼克安排一份年薪百万的工作 然而 尼克却死要面子 说自己正在洽谈一个价值数十亿的大项目 但下一秒她却躲进了厕所 开始一梦 因为弟弟的新娘曾经是她深爱的女友 就在这时 一个光着脚的女孩走了进来 想要找导演领盒饭 尼克连忙拦下了她 事后 尼克还没上岗五分钟 就被院长解雇了 原来是因为一个精神病患者 喝了她推车上的清洁剂 院长责怪她不负责任 尼克心灰意冷地离开了精神病院 却没有注意到一个娇小的身影悄悄地跟着她 丽拉光着脚跟随她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 她眼中的男人是她黑暗人生中唯一的光明 就这样 丽拉尾随尼克一路回到了家 尼克刚刚坐下就听到敲门声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催促她赶紧回医院去 但丽拉却恳求她收留自己一晚 看着女人脸上的卑微和疲惫 尼克最终心软了 进屋后的丽拉好奇地问了许多问题 然后躺在尼克的床上呼呼大睡 她从未体验过如此强烈的安全感 睡得很沉 导致呼噜声很大 但温柔的尼克选择不去叫醒她 只是默默地盯着天花板 怀疑人生 丽拉一下睡到中午 尽管尼克劝说了很多次 她却依旧不想回医院 甚至提出可以当尼克的保姆 这样下去根本不是办法 尼克像哄小孩一样哄她去买冰淇淋 然而在医院门口 女孩却拒绝下车 与此同时 医院也发现了丽拉失踪 并告诉警察 她曾被精神病患母亲关押整整18年 导致她患上了后天创伤 强迫紊乱症 一遇到刺激就会极度恐慌 她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纯真无邪 在另一边 尼克带着丽拉上了回家的大巴 她连车票都不知道是什么 尼克耐心地给她解释 面对路人惊讶的目光 尼克轻描淡写地对丽拉说了一句话 随口而出的一句话 但对于丽拉来说却如同圣旨 她小心递葬好车票 然后穿着尼克给她买的拖鞋 欢快地跳着 为了不给尼克添麻烦 她坚持自己拿行李箱 生怕尼克离开她 所以甚至连上厕所都紧紧跟在尼克身边 由于害怕被人发现 男人只好把疯女人带进隔间 然而她却一直提醒男人 不要尿失自己的鞋子 搞得男人心烦意乱 男人想带仅有一面之缘的疯女人 回家参加弟弟的婚礼 但在购买车票时 破机器吞了车票 尼克不得不停而走险 带她逃过了检票 小小的火车包厢 给丽拉一种家的温馨感觉 她看着镜子中英俊的男人 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然而好景不长 列车员前来检票 丽拉天真地拿出了公交车票 结果被赶下了火车 两个倒霉蛋在长椅上坐到天黑 尼克说要去找辆新的车 嘱咐丽拉乖乖等待 她一路回头 生怕她离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丽拉等得心急如焚 害怕尼克会抛弃她 她起身寻找 然而 一个不良分子看上了丽拉的美貌 骗她上了车 然后贪婪地动手动脚 丽拉被吓得惊慌失措 幸好尼克及时赶到 她愤怒地把不良分子拽出车外 假装是警察将她的钱包拿走 开着对方的车扬长而去 看着丽拉因病喘不过气来 尼克心疼又惊慌 幸好手提箱里有药物 她赶紧为她服用 看着丽拉逐渐恢复 尼克终于松了口气 她曾谎称自己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所以不能空手回去 因此决定卖掉车辆购买礼物 然而就在即将拿到钱时 一位路人却要求丽拉开车让道 她无法拒绝 只得效仿尼克的样子启动车辆 与此同时 车商还在询问尼克 尼克坚定地回答说没有 然而 事态却出乎意料 店面遭到破坏 汽车报废 尼克没有拿到钱 还亲身体验了老板的友好 但他并未因此抛弃丽拉 相反 丽拉心怀愧疚 为她包扎伤口 两人步行穿过一片荒芜之地 疲惫时就躺在地上感受大自然 尼克带丽拉入住了一家旅馆 窗外繁华景象让丽拉动容 于是尼克用谨慎的一点钱 创造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他们在游乐场玩旋转木马 然后像孩子一样开心地享用棉花糖 他从背后抱着她辅助秒准 然后在彩灯的映衬下相应起舞 尼克的温柔和美好让丽拉彻夜难眠 最终她躺在她的怀里 尼克轻轻抚摸着她的秀发 看着窗外的月色渐渐入睡 最终两人回到了父亲的家 尽管有许多宾客来来往往 但所有人都对他们视而不见 幸好母亲仍然如此温柔 一见尼克带回了女友 笑得合不拢嘴 注意到丽拉赤脚 赶紧带她去换了一套新衣服 弟弟带着新娘前来示威 丽拉察觉其中的门道 一向靠不住的她此刻竟表现得体大方 然而她毕竟被母亲关押了18年 对人情事故仍然不太了解 在品尝美食时 她的形象立即荡然无存 幸好母亲并未嫌弃她奇怪的行为 反而耐心地教导她哪些食物不能吃 然而眼间的父亲看出了问题 故意试探丽拉的身份 尽管丽拉机质地糊弄过去 但在餐桌上 父亲又开始追问尼克的工作 在老狐狸面前 所有谎言都显得可笑 经过几轮对话 尼克成为了众人的笑柄 弟弟总喜欢抢尼克的女人 在喝醉的状态下 她非要抱着丽拉跳舞 突发情况让丽拉立即发病 她无法自控地在众人面前大声喊叫 竞篮倒地 尼克焦急地看着 赶紧拿出药片为她服用 看着父亲持续嘲讽 尼克忍不住怒火中烧 他温柔地将丽拉送进母亲的车里 在倾盆大雨中做最后的告别 母亲嘱咐她要好好对待这个姑娘 这句话深深地印在她的心里 两人再次露宿街头 尼克没有药物 只能选择将丽拉送回治疗 丽拉说要去厕所 让她在原地等待 然后她匆忙进入电话亭 封女人对男人一见钟情 连夜逃出精神病院纠缠对方 只花三天时间 成功俘获男人的心 原本以为可以一直在一起 可她的药已经吃光了 尼克只能选择将她送回去治疗 骗丽拉说去上厕所 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丽拉在长椅上焦急地等待尼克的回来 赤脚来回踱步 保安好心地告诉她厕所在哪里 丽拉感激地跑向远方 尼克本想驾车离开 但回忆上了发条 她发现自己已经彻底爱上了丽拉 无法想象没有她的未来 她猛踩油门 调转车头 丽拉所在的地方就是她幸福的方向 尼克终于在医生和警察之前找到了丽拉 她紧紧拉着她的手在街上奔跑 然而警察在她开车门的瞬间将她按住 丽拉在身后私生喊叫 但被医生强行带走 分别的时刻 彼此深爱的两人紧紧地盯着对方 虽然没有说出一句话 但他们之间浓浓地爱意于言表 后来 丽拉被送回医院开始更深入地治疗 尼克的车票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 尼克被保释出狱 但已被精神病院列入黑名单 只能隔着栅栏远远地注视着 可丽拉此刻是重点关注对象 尼克再也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而丽拉再次走向绝路 想要结束这悲惨的一生 护士听到声响赶来救助 却看到她无助地蜷缩在地上 此刻 她的心中有了尼克 于是连自杀也成了一种奢望 尼克过上了许多人羡慕的富豪生活 但她心里只想着如何永远与丽拉在一起 面对一大群商业精英 她开始模仿丽拉发病时的抽搐 尼克如愿被送进精神病院 并以捐款为筹码 说服院长让她和丽拉住在同一间病房 她脚下的每一步都轻快而兴奋 看着爱人安静入睡 尼克忍不住露出微笑 我从绝望中拯救了你 而你用你天真和善良将我引入爱河 精神上的障碍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将你我完全隔离 我选择放弃荣华富贵 没有你的日子 阳光也变得暗淡无光 所以我勇往之前 投入那冰冷的深渊 只为能将你紧紧拥入怀中 我不求天长地久 只愿朝朝暮暮与你共度温暖时光 女人还没回过神来 就被猛男粗暴地拽了起来 用力摔在沙发上 随后被狂山大鼻兜 直接把女人吓猛了 苦苦哀求想要退出 然而经纪人却拿出了一份合同 上面清楚地写着女人玛丽的大名 如果女人还是坚持退出 就必须支付13亿美刀的违约金 这对本就钱包比脸干净的玛丽来说 完全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没办法 玛丽只能被迫配合完成了拍摄 结束之后 她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来到浴室 绝望地洗刷着身上的鸡蛋清 直到情绪冷静过后 她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行为有多荒谬 好在她还有一笔工资能拿 可以勉强填补上自己欠下的学费 可以想到自己往后灰暗的人生 玛丽又开始绝望了起来 然而此刻的她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 玛丽为了能上大学 已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看着学校里每个同学都打扮得光鲜亮丽 玛丽的眼泪充满了羡慕 她压根没钱打扮自己 每天都要对着手机里面的账单发愁 为了生活 她无奈之下只能通过兼职赚一些外款 但这样的行为对于这个贵族学校来说 玛丽就是一个例外 因为穷人在富家子弟眼里就是个闲眼包 不想遭受到孤立的玛丽 只好偷偷在手机上搜索其他的工作 并且还是那种赚钱快的 很快 网站上的一则广告吸引了她的注意 上面高收入的工资让玛丽忍不住动了心 她背着所有人在网站上报名 隔天她就收到了面试消息 玛丽惊喜万分 当天就按照地址找到了公司 本以为里面是一个应用齐全的正式公司 可看到破败不堪的拍摄工具 以及漆黑凌乱的现场环境 玛丽忍不住萌生了一股厌恶的情绪 但一想到能获得高额的工资 她还是硬着头皮签下了合同 不曾想刚开机 男人就扇了她两个大鼻洞 还将她死死按在沙发上 任凭玛丽拼命反抗 男人都不为所动 就这样 玛丽被迫完成了这场拍摄 看着自己赚来的钱 玛丽心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开始寻找各种可以出镜的机会 避免再次出现之前那种情况 还学会了在网上提前查看其他人的评价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玛丽很顺利地联系上了一家有资质的电影公司 第一次见面 著名导演一眼就看中了玛丽 她不仅答应给玛丽拍摄电影 还为玛丽安排了一家非常专业的化妆公司 不止如此 她为了照顾玛丽的情绪 拍摄前还给玛丽制定了一套暗影 只要在拍摄过程中 玛丽感到任何不适 都可以随意叫停 在导演的安排下 玛丽很顺利地拍摄完了一段视频 然而她自己都没意识到 面对镜头时 自己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变得自信与开朗了起来 显然 她对待这份工作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甚至开始沉浸在这种快乐的感觉之中 在导演的精心安排下 玛丽的作品一上市就开始爆火 她的粉丝数量也是迅速上升 然而 爆火带来的不仅仅是喜讯 还有一个巨大的烦恼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起玛丽私下的生活 两个穿着清凉泳衣的女人 在光天化日之下热情地拥吻 她们如此疯狂并不是因为爱情 这只是为了应付正在进行的工作 借此拿到不菲的收入 自从遇到著名导演之后 玛丽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快乐 不仅如此 她发布的第一个作品就收获了一致的好评 人气也是越来越高 没过多久 玛丽挣来的钱就足以填补欠下的学费 短时间内赚的盆满钵满 当即就引起了父母的注意 他们害怕自己女儿走歪路 当即找来玛丽质问她从事什么工作 玛丽知道自己从事现在的工作 一定会被父母阻拦 她思索了一番 谎称这笔钱是通过推销挣来的 可母亲压根不相信她的谎话 唯独哥哥很是支持玛丽的工作 她尊重玛丽任何的选择 正是因为哥哥的支持 玛丽更加确信自己这份工作没有选错 她开始拍摄更多的作品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玛丽就成为了网络上的红人 成为了万千宅男心中追捧的对象 而玛丽也很是享受这种感觉 她为此还专门开通了一个社交平台 分享着自己的经历与感受 对于玛丽来说 这些事情并没有常人想象的不堪 她认为自己的灵魂应该是自由的 不该被那些偏执的言论所束缚住 渐渐地 越来越多的粉丝开始支持她 有了这份动力 玛丽彻底开始放飞自我 每天都会装扮成不同的成功女性 但唯独不变的是 她在学校那副乖乖女的形象 上学期间 她总会用一副厚重的眼睛隐藏自己 即便是朋友之间的聚会 她也不会卸下伪装 依旧带着眼镜 她明白自己被迫入行的初衷 是完成自己的学业 因此学校期间 玛丽总是刻意隐瞒着自己的职业 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随着玛丽社交平台的爆火 她的私生活逐渐成为了人们话题的中心 甚至为了能见到玛丽真人 更有人来到玛丽的学校 当面质问玛丽的职业 出于内心的羞耻感 玛丽当场愣在了原地 她没考虑后果就直接承认了 并且恳求对方不要说出这件事情 然而对方当面答应了好好的 转头就将玛丽的事情说给了好友听 片刻时间 学校内立马开始流传起了有关玛丽的绯闻 不论男女 纷纷开始用异样的眼神盯着她 这让玛丽很是拘谨 她主动找到泄露秘密的男同学 质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万万没想到 始作俑者听完玛丽的话 脸上没有一丝的愧疚之情 反而淡定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玛丽对此很是无奈 眼看事情无法得到挽回 她只好将事实真相告诉给了摄友 没想到摄友很是淡定 认为玛丽现在处于舆论风波 应该站出来为自己辩解 还帮玛丽联系了校园广播站 玛丽也听取了社友的建议 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给了记者听 然而记者却并不在意事情真相 为了一己私欲 按照自己的想法 对玛丽的故事进行了改变 这下玛丽彻底成为了过街老鼠 全校的人都开始唾弃起了她 女大学生为了交高昂的学费选择下海 不料被下头男添油加醋闹的人尽皆知 知情的记者也选择隐瞒真相 篡改事实煽风点火 从此女大学生成了众人眼中的闲眼包 玛丽从没有想到自己没偷没抢挣来的钱 竟然会被人诋毁得如此不堪 上课期间不仅被人偷拍发到网上嘲笑 还会朝她身上丢垃圾 就连宿舍大门也被涂上嘲讽的字眼 曾经的朋友都选择了离开了她 刻意避开与她同行的时间 这让玛丽很是苦恼 不过好在社友一直不离不弃的陪伴在她身边 有了这份支持 玛丽并没有选择放弃自己这份工作 她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 将生活拉回到正轨 然而她的努力并没有起到任何反应 不少男生找上她 用着不堪的话语讽刺着她 玛丽最后保留住的尊严在这一刻被彻底碾压 她绝望地跑回宿舍躲了起来 那些男生却并没有就此放过她 一路追到了她宿舍门口 不断拍打着窗户 呼唤着玛丽的名字 玛丽恐惧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她变得胆怯了起来 不敢出面反抗 好在摄友及时出现赶走了那些男生 玛丽这才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冷静过后 她不得不考虑是否要将真相告诉父母 犹豫了许久 玛丽还是将真相说了出来 果不其然 母亲听后大发雷霆 直接将玛丽大骂了一顿 威胁她停止这份工作 这下没有人再愿意支持她 玛丽彻底对自己的人生陷入了绝望 她为了保护摄友 一个人搬出了宿舍 恰巧就在这个时候 电视台邀请玛丽出面做嘉宾 一想到会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自己 玛丽立马想到这是一个不错的解释机会 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在电视台上 玛丽第一次勇敢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希望其他人可以尊重自己的选择 本以为这件事情后 骚扰自己的人会越来越少 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当天晚上 一个下头男就悄悄潜入到了玛丽家中 遭受了长期折磨的玛丽情绪再也绷不住 拽着对方就将她赶了出去 玛丽对生活彻底绝望 她找到了父母 想要得到父母的谅解 父亲虽然并不理解女儿这么做的理由 但她还是选择尊重了玛丽的选择 有了家人背后的支撑 玛丽仿佛重新看到了希望 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事后 玛丽成立了一个保护组织 专门邀请与自己有同样想法的独立女性 在这里 她们不被那些不堪的言论所束缚 她们的灵魂是绝对的自由 我们没有资格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热爱的人和事 你可以不理解 但要选择尊重对方 而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来唾弃别人在意的事物 然而那些唾弃玛丽的人 手里或多或少都存着她的作品 或许是装轻高 又或许是害怕自己成为被唾弃的对象 就只看了一眼 这位八十岁老灯立马爱上了眼前的女孩 从那刻起 两人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甚至像情窦初开的小情侣一样 偷偷在桌底下交换彼此的秘密 就在这时 女孩的奶奶突然出现了 看到眼前的一目气的暴跳如雷 老灯伤心地待在原地 可谁又能懂 眼前看起来像个八十岁的老灯 实际上却只是个十二岁的孩子 自出生气 他就长着一副老人的模样 不仅满脸皱纹丑陋不堪 还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老年人常见疾病 医生说他的身体年龄至少是八十五岁 母亲也因生他难产去世 父亲觉得他是不祥之物 于是匆忙跑出医院 将他丢在养老院门口 所有人都被他奇怪的外表吓到不敢靠近 除了一个黑人护工愿意收养他 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 本想给他取名为闲眼包 但考虑到孩子的未来 于是便叫他本杰明 在护工的悉心照顾下 本杰明活了下来 但六年过去了 他仍然保持着老人的样子 头发稀疏 满脸皱纹 甚至需要做轮椅行动 尽管大家都对他很温柔 但本杰明并没有因此感到开心 他心理年龄只有六岁 非常渴望和同龄人交往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天 本杰明震惊地发现自己的双腿 竟然恢复了行动能力 他立即意识到自己并不会永远老去 而是在逆生长 尽管如此 没有人愿意理会他 因为他的外表看起来就像个老灯 直到今天 他遇到了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 看着他笑着像自己跑来的样子 本杰明感到内心某处颤动了一下 幸运的是 女孩的奶奶也在疗养院 而且女孩并不嫌弃他 反而很愿意接触他 两人因此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女孩还带他到家里做客 带他进入秘密基地说悄悄话 女孩说自己的名字叫戴希 本杰明也自我介绍了一番 坦白了自己的秘密 他原以为女孩会被吓跑 但女孩笑着说他并不在意 他真诚的眼神 和天使般动听的声音 让本杰明的心都要融化 突然间 莲子被掀起 奶奶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一切美好都烟消云散了 本杰明心里感到非常难过 他不明白为什么奶奶会生气 他只是单纯地想和同龄人玩耍 他本以为自己又会回到孤独的生活中 但戴希并没有因此断绝与他联系 他经常来养老院看望他 为他灰暗的生活带来了不同的色彩 随着年龄的增长 本杰明的身体逐渐好转 于是他决定自食其力 去码头找工作 他年老的外貌 让人们误以为他是经验丰富的水手 立即邀请他上船 并给予他最大的尊重 船长还特意邀请他参加晚上的舞会 说会有性感的舞娘出现 然而 本杰明对此表示困恶 因为他对性感一无所知 并坦言自己从未接触过女人 船长笑了笑 决定带着这个可怜的老灯体验温柔至香 本杰明仿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但他的脑海里始终回荡着戴希的面容 他知道自己思念他 于是他下了船 决定去酒吧痛饮一番 却意外地遇到了一个对他非常特别的男人 你敢相信这个老灯其实是个孩子 常人都是从年少到年老 而他却是越长越年轻 一出生就带着满脸的皱纹 母亲被丑得当场去世 父亲也吓得迅速将他丢弃 然而他却获得了逆生长的能力 并与一个小女孩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能与女孩共度美好的未来 他拖着苍老的身体外出打工 却不知道一个超级富豪 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这个富豪正是本杰明的亲生父亲 父亲当初以为他会很快死去 却没想到他越活越年轻 此刻心中充满了愧疚 不敢轻易与本杰明相认 只能假装与他成为朋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本杰明爱上了照镜子 每次放假时他都与戴希一起度过 两人爬上高高的灯塔 诉说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可随着养老院里的老朋友一个个离世 本杰明突然对这种消沉的生活感到厌倦 因此在他17岁的那年 他决定离开 去外面闯荡一番 戴希得知消息后立即追问他为何要离开 本杰明说是为了追寻美好的未来 怀着对未来的向往 本杰明自愿在茫茫大海上漂流 而戴希也为了同一个目标而疯狂的恋悟 然而突然有一天 《眼在天际》的本杰明在明信片上写道 他爱上了一个女人 对方优雅知性又温柔 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 迅速征服了本杰明的心 让他迷失了心智 戴希以为自己完全失去了爱人 但他并不知道的是 本杰明的这段爱情很快就破裂了 没有原因 没有预兆 女人只留下一封简单的信 上面写着很高兴认识你 然后消失的无影无踪 本杰明意想不到成年人的爱情 会如此荒唐可笑 还来不及伤心 他所在的船只突然遭到袭击 大部分船员倒在了枪林弹雨之中 船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紧握着本杰明的手 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 船长的死对本杰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刻他深深思念着养老院的爷爷奶奶呢 思念母亲 以及那个被他伤了心的代谢 于是 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小镇 不再追逐遥不可及的梦想 只想守护在自己所关心的人身边 过上简单而温馨的生活 这一年 他27岁 代谢得知他回来了 激动地前来相见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倾诉着内心汹涌的思念 在朦胧的夜色中 女孩翩翩起舞 展现出他妙慢的身姿 男人静静地注视着 内心激动却强忍住了情感 即使女孩主动向他靠近 展现出风情万种 男人依然委婉地拒绝了 女孩如今的事业蒸蒸日上 甚至获得了去苏联寻回演出的机会 而他却一事无成 本杰明觉得自己与这美好的女孩不相配 害怕再次辜负他 但他并不知道 一笔巨额的财富即将降临在他头上 他的父亲突然离世 将亿万家产都留给了本杰明 有了这笔钱 他终于重新拥有了追求戴希的信心 看着他在台上展现自己的光芒 本杰明再也无法将目光从他身上一开 演出结束后 他匆忙前往舞会找戴希 然而还未来得急开口 一个年轻帅气的男人突然从背后拥抱了他 看着他们甜蜜恩爱的样子 本杰明心中感到非常难受 但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怀着沉重的心情 本杰明与戴希告别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身体逐渐恢复年轻 原本苍老的面容变得英俊坚毅 然而他再也没有勇气去找戴希 两人彻底失去了联系 直到几年后的一天 戴希遭遇了一场车祸 双腿不幸受了重伤 再也无法登台演出 得知消息后 本杰明匆忙赶往医院探望他 看着那憔悴的面容 他郑重地表示将一辈子照顾戴希 但戴希一向骄傲 不愿意让曾经深爱过的男人 看到自己最狼狈不堪的一面 本杰明既心疼又无奈 只能给戴希请来最好的医生来救治他 然后默默地退出了他的世界 眨眼间又过去了十年 本杰明变得越发年轻和英俊 然而他却没有与任何女性接触 因为他无法忘记戴希 本以为自己将一生孤独 直到有一天 戴希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他的双腿犹如初生 也再次拥有了面对本杰明的自信 岁月的沉淀使他更加迷远 两人不顾一切的向往 开始了浪漫的生活 他们一同见证了潮起潮落 一同建立了新的家园 在本杰明的鼓励下 戴希重新燃起了对舞蹈的热爱 美好的日子似乎向他们招手 然而 意外的怀孕让本杰明陷入了深深的忧虑 他担心孩子会遗传自己的基因 或是像他自己一样备受歧视的生活 幸运的是 女儿一切正常 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看着女儿逐渐长大 本杰明却无法感到开心 因为他的逆生长并未停止 以这个速度发展下去 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孩子 甚至是婴儿 那时 戴希该怎么办 他们的女儿又该如何与这样的父亲相处 经过深思熟虑 本杰明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妻子和女儿 让戴希去寻找一个正常男人生活 而他自己则开始了孤独的漂泊 又过了十年 本杰明此刻的身体年龄只有不到二十岁 他无法忍受对戴希的疯狂思念 于是回来探望妻子和女儿 看着妻子眼角的皱纹 旁边有一个与他年龄相配的丈夫 女儿长得亭亭欲力 却认不得他 本杰明心中既欣慰又伤感 他不敢打破这平静的生活 只能默默地离去 直到有一天 警察拿着一本笔记本找到了戴希 他们说有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 独自一人在养老院附近徘徊 他们翻阅了孩子的笔记本 上面写满了对戴希的思念和爱意 戴希带着复杂的心情来到养老院 看到了已经退化到少年的本件名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是我站在你面前 你却再也记不起我是谁 戴希将她带回家 并细心地照料她 陪伴她一点点地变回阴儿 直至最后的离世 她轻轻拍打着墙宝中的本件名 心中充满悲伤 因为她能感受到本杰明的生命 正在迅速消失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本杰明深深地望着戴希 仿佛终于认出了这个 她曾爱了一生的女人 然后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有人说 世界上最浪漫的事 就是手牵手一起变老 如果你恰好拥有美好的爱情 请好好珍惜 牢牢把握 因为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 而又无法企及的 你知道老年痴呆的内心世界 是怎样的吗 这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年迈老人 突然有一天感觉到 生活中充满了奇怪的事情 陌生的男人出现在家里 声称是他的女婿 而家里的布置和他记忆中的不一致 最可怕的是 面前的女人声称是他的女儿 但他却压根认不出他 熟悉的面孔 陌生的人 熟悉的人 陌生的面孔 老人被迫接受这一切 陷入了一个黑暗而封闭的循环中 据2019年的统计数据 全球每三秒钟 就会增加一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这些人会混淆时间和空间 将记忆和幻想随意拼凑 就像枯萎的大树一样 他们的记忆像叶子一样凋零 表面上看 安东尼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老人 身体健康 精神状态良好 只是有些异怒 他的女儿安妮最近得知消息 安东尼又弃走了家里的护工 骂对方是little bitch 还威胁说要动手 但当安妮质问他时 他却不承认 一个劲地说护工是个小偷 偷走了他心爱的手表 安妮对此感到无奈 显得有些心理交瘁 因为他知道 他让父亲去浴缸下找找 那里是他经常藏贵重物品的地方 父亲听后变得警觉起来 问他怎么知道自己藏金库的位置 说完便匆匆忙忙跑去检查 还不忘把门给关上 过了一会儿 他又平静地坐回沙发上 手腕上戴着那块被偷的手表 父亲确实冤枉了护工 但仍然死鸭子嘴硬拒不承认 安妮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父亲 告诉他自己打算搬走 离婚五年后 他遇到了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 计划去巴黎开始新的生活 尽管他们之前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 但父亲似乎还是第一次听到一样感到震惊 他先是愤怒 然后又变得像个无助的孩子 父亲失魂落魄地站在窗边 目送着女儿离开 从那时起 各种莫名其妙的怪事开始接连发生 首先是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男子 对方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 并声称自己是安妮的丈夫 父亲感到震惊 难道女儿没有离婚吗 更何况她的女婿压根不长这样啊 但是对方非常理直气壮 父亲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 打算等一下问问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谈话中 女儿安妮回家了 但她的样子与之前拜访自己的那位 长得完全不同 父亲这下彻底慌了 如果眼前站着的是她的女儿安妮 那之前出现的那个女人又是谁呢 难道有什么阴谋 尽管父亲感到困惑 但她还是勉强挤出了笑容 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 接着女婿去厨房做饭 父亲坐下来和新女儿聊起天来 问她什么时候再婚的 自己怎么不知道 女儿听后一脸猛 说自己离婚后一直是单身 哪来什么老公啊 父亲说你在开玩笑吗 那厨房里的男人又是谁啊 你刚刚还把肌肉递给他了呀 说完 他气冲冲地走进厨房 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真是见鬼了 大白天的这个人怎么凭空消失了呢 到底是怎么个事啊 这一连串的怪事真要把父亲搞疯了 过了一段时间 之前的女儿安妮又出现在家里 身边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安妮对女孩说 父亲出了一些问题 需要有人照顾 但她不太好相处 之前赶走了好几个护工 所以女孩要小心 在谈话期间 父亲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她一反常态 脸上露出了罕见的笑容 家里来了位年轻漂亮的女保姆 老爷子开心地向着孩子 一直抓着她的手不肯松开 尽管她之前是一名程序员 但她却坚称自己是一位舞蹈家 并且坚持要当场为保姆表演一段舞蹈 保姆悄悄告诉安妮 老爷子也没有她所说的那么难相处 而且还相当有魅力 安妮只好尴尬地回答说 不出所料 老爷子的情绪突然转变 指责女儿以照顾她为借口搬进了她的公寓 实际上是图谋夺取她的财产和房产 老爷子越说越过分 让女儿断了这样的念头 因为她有信心能活到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一天 安妮听着父亲的话 几乎快要哭出来 她感到非常委屈 实际上 是她为了照顾父亲 让她搬进了自己的家 但她不但不领情 还胡乱猜忌 对她恶语相想 在深夜里 安妮悄悄推开父亲的房门 坐在床边 温柔地抚摸着父亲脸上的岁月痕迹 接着 也许是因为绝望让安妮产生了一些阴暗的想法 也或者是出于对父亲的心疼 她希望父亲能早日解脱 然而这只是安妮转瞬即逝的想法而已 现实中的生活还要继续 尽管父亲情绪善变 不理解女儿的付出 安妮仍然每天任劳任怨地照顾着老爷子的起居 她还带她去医院进行治疗 老爷子对此感到困惑 觉得自己身体状况良好 没有任何问题 当医生问起她的出生日期时 她还连那天星期几都能回答准确 回答完问题 老爷子还不忘在医生面前数落安妮 认为她没孝心 要抛下她去巴黎 老爷子看似头脑精明 口齿伶俐 然而医生检查完后 私下却告诉安妮 安妮这才知道老爷子得了绝症 这是世界上最温柔的绝症 那就是阿尔茨海默病 这种病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很常见 病因尚不清楚 也没有治疗方法 全世界每三秒钟就会增加一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每100位60岁及以上的人中 就有5至8位患者 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 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2.64亿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患者及家属的忽视 实际的数字要远高于统计结果 当你身边的老人出现以下奇怪的行为时 请务必重视起来 不要认为只是老年人的糊涂而不予理会 例如记忆大幅减退 平凡遗忘失误 无法独自照顾自己 无法凭一己之力穿衣或保持个人一态 甚至出现严重的认知能力丧失 无法记得刚刚吃过晚饭 甚至认不出自己的亲缘 这些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表现 也解释了老爷子的猜疑和偏执 以及他所经历的一系列奇怪事件 由于记忆缺失和认知混乱 老人常常将身边人的相貌和身份混淆 所以最开始安东尼眼中的女儿还是这样的 可以转眼的功夫 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的女婿 实际上是她的医生 而她对新来的女保姆很友好 其实是把她错认成了自己已故的小女儿 直到安东尼终于清醒时 发现自己身处疗养院 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 抬手看表 却发现手腕上的表不见了 她又开始呼唤女儿的名字 女儿也不在她身边 她连忙推开房门 看到了之前错认成女儿的那个人 原来她是疗养院的护工 护工告诉安东尼 几年前 她的女儿决定将她送到这里 尽管内心犹豫不决 但她无法完全放弃自己的生活 对于这样的选择 谁也无法苛责 因为真正的妇女情感 不该是捆绑而是羁绊 自那之后 女儿这些年偶尔会寄来明信片 还时不时前来探望她 然而安东尼对此完全没有记忆 她渐渐意识到 自己已经感知不到许多事物 甚至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 唯一能感知到的 是她珍视的那些宝贵的事物 正在逐渐从她的指缝中溜走 这一刻 她终于崩溃了 放声大哭 如果将人比作一棵树 那么记忆 情感和生命力就像树叶一样 阿尔茨海莫病最可怕的地方在于 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一点点剥夺患者的记忆 感知能力 甚至是他们作为人的尊严 毫不夸张地说 83岁高龄的安东尼·霍普金斯 在电影中呈现了一个伟大的表演 真实而动人地展现了老人的脆弱与自责 以及患者的困惑 愤怒和恐惧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是2021年 唯一在中国大荧幕上放映的奥斯卡获奖作品 也是今年值得在父亲节观看的电影 每个人都可以解读出自己独特的观点 欢迎进入阿尔茨海莫病的世界 走进角色的内心世界 从了解 理解到 最终的宽恕 和解 因为时间无情 每个人都会面临衰老的那一天 电影中的故事并不遥远